他們有的是用磚探的 因為你知道在磚探的時候 它會出現兩個地層是錯開的 因為不同的深度會錯開的 然後或者是它可以看到整個 整個地層面兩個是錯開開來的 它是透過這個地層觀察然後把它標定出來 九二一第一次需要有磚探有鑽子的帶 它就是挖下那個地層 在那個磚探那邊好像也有 有線已經找了書 它是整個挖下去現在做成一個 它把那個磚探去看那個地震的時候 它的鑽子的那個泡上 所以它是整個是把它做保護下 但是我知道 那會是我不知道 你說他們不明白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那邊 廣池博愛院那邊 原來的那個台北市的捷運 信義東延縣 信義捷運呢 本來是要到我們那邊 可是後來它說有斷層 所以就只到那個 只到那個101那邊向三站 結果後來它經過了六次環屏 結果就通過了 就就 重新要增加這個 信義捷運的東延 一共1.5公里 然後它為什麼通過呢 說原來說有斷層 後來說沒有了 那它沒有斷層的理由 是說921大地震的時候 這裡沒有影響 所以他們就把這一部分 認為是不是活動斷層 那我的問題是 這個活動這個是不是斷層 可以用一個Data來 就說它不是活動斷層嗎 我覺得這有點誇張 所以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 因為那時候不是 老師也常講說那個 剛七年間 台北還是一個大母嗎 然後其實在北部的地震 其實也是很頻繁的 那其實他們現在 目前的這些公共建設 並沒有眼光沒有看得很遠 那其實在台北來講的話 它潛在的風險是蠻高的 所以呢 它不考慮這些小的地震的原因 是因為真的發生的時候 不只這個 其他的都有問題 我不曉得這樣的講 這是我的理解 就是說它現在有很多的設施 很多的系統 它很多的設施 很多的系統 他們之所以他們不考慮這些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斷層 或者是可能會發生抵震的因素 是因為只要一發生 台北就整個垮掉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原來 它做這個捷運 信義捷運線的時候 它那時候就是因為討論 討論到了 所以就縮短 今天要投資這麼多 那台北市比起台中市來講的話 台北市的風險態高很多 那不應該在台北市這麼高風險的地方 投出這麼多的東西 它其實應該要分散到中部或南部去 再加上說整個那個海平面上升的這麼快 地震的問題 那其實你把所有的單都放在一個籃子上面 當然它已經很多東西都在這邊了 那你現在一直跟他講說這個單子單會破 他想 我認為他 我既然已經放了100顆的才查一圈 OK OK 我只是想說有沒有可能 光一個Data就可以判定這個東西 你在講是 本來這個就已經不合理了 一般人就覺得是 我覺得不合理 但是他們的回答我就是說 他們的理由就是說921沒有 所以他們這個地質專家說 這個就沒有事了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 我聽起來覺得很奇怪 也許 我覺得台北應該會發生大地震 哎呦 我沒有這樣嗎 哈哈哈哈 這個之間 因為每30年啊 對啊對啊 台北會發生大地震 嗯 這不好不好 好 因為北部是火山耶 好 可能不會地震 嗯 這樣這樣這樣 好